当我孩子不再需要我20小时看着他的时候 我的生命怎么办 我愿意去面对我内在这个新的疑问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又在开始了 是吧 这边有小孩的请举手 还蛮多的 OK 请放下 请问你们孩子几岁 这边分别是 八岁 两岁 你们是 不是 两岁 OK 确认一下 OK 有两岁的 有八岁的 所以刚才我说的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是在三岁以下的话 三岁以下的孩子你就尽可能去爱他 就是人生的幸福在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定义 是吧 我们刚刚说人生的幸福呢 在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定义 现在我要提到的是 人生的幸福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定义 三岁以前的孩子就尽可能去爱他 他需要你很多的爱 但是跟宠坏没有关系 这是界限是另外一回事 我今天不谈 没有太多的时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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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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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